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管珠積木 這個是寶貝在網路上挑選的很久 看到了這個管珠積木決定要選的這個 現在就來看看裡面是好還是不好吧 這個是一個才讓我們知道要的和拼的說明書 然後還有一個是片隔板 這個是讓我們的寶貝可以拼在這個隔板上面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裡面有什麼吧 這個是一個藍色的往下流的滑水道 然後呢這個是很多像這種正方形的熱膏 這個是可以當終點還有起點的 然後呢這個是可以讓球在裡面一直轉線線的 讓它自己掉下去 這個是轉彎的轉彎 然後呢這個也是一樣是轉彎 不過這個是比較短的轉彎道 這個是平形狀的比較小細節的小積木 這個呢也是一樣是小細節 可是這個呢跟這個這個比較矮這個比較高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上面所說明的是怎樣拼吧 我現在第一目的第一個是這個左上角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拼這個右下角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拼吧 好這個就是我們做好的完成品 現在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因為這個積木對我來說還是有點緊 所以如果小朋友插不上去的話 可以叫爸爸媽媽幫忙壓一下 如果一定是比較大的小朋友的話 可以自己插 不用爸爸媽媽也是也是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玩給大家看看 好我現在玩完這個玩具之後 我們要先用這個玩具 因為它可以自由擺設 可以自由拼組它的步驟 然後呢它不是像一般的積木一樣 拼完一個城堡就沒辦法再去去玩了 這個是拼完一個主題之後 還可以亮球在這邊滾 而且在玩的過程中 還可以訓練小朋友的手指頭 我覺得很棒 然後呢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